印度一举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印度自信心大涨 扬扬要成为下一个中国 谁料美媒一点不惯着 长篇大论泼下冷水 虽然很多人对印度的印象 一直停留在脏乱差和人多上 但事实上 印度这些年来已经悄然崛起 在医药、IT等行业表现卓越 就拿经济来说 据彭博社报道 印度已经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GDP达到8,547亿美元 国际货币组织预计 从2022年至2027年 印度的GDP还会持续上涨 最终经济体量超出英国20%左右 同样作为人口众多 浮原辽阔的国家 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全球第二 这样的对比让印度看到希望 只是美媒却不这么认为 这到底是为何 一、印度悄然崛起 一举拿下全球第五 GDP是异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截至2023年 世界排名前五的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印度 在此之前 英国一直都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伦敦更是著名的金融中心 但随着印度不断追赶 其经济已经呈现出较明显的萎缩状态 不仅如此 英国还在2023年退居第六位 警告于法国 英国商会认为 英国经济萎缩状态还会一直持续至2024年 与印度之间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开 为何会呈现出这样的情景 是不少组织和机构的重点研究内容 美国彭博社报道称 这背后主要归功于全球化进程 从1990年开始 印度的GDP就一路高歌 2022年时 全年GDP已超过前一年7% 股市权重更是达到第二 仅次于中国 若按照现有速度 其在2026年时至少可以达到4.5万亿美元左右 2027年时超出英国GDP20% 除此之外 印度的信息业、服务业、制造业在世界上的比重 也在不断提升 由此吸引大量外商投资 久而久之 印度经济就呈现出蓬勃态势 只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看来 印度经济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 毕竟其GDP能超过英国 与人口比例有很大关系 路透社则在报道中明确指出 印度这一全球GDP增长最快经济体的地位 很可能会昙花一现 若是不尽快解决失业率、通胀率等问题 那经济发展将会和英国一样 越来越疲软 印度央行行长也承认 通胀压力所带来的一连串后果已经开始凸显 比如说 在通胀持续上行的情况下 数百亿外资不断流出 二、想成为下一个中国 铁路必不可少 事实上 印度经济的发展模式不仅让很多人联想到中国 印度学者表示 过去十年里 印度的发展路线几乎可以说是在相仿中国 不仅如此还直接照搬了21世纪之后中国的某一段发展模式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利用人口优势 大力发展制造业和轻工业 最终推动商品出口 对于此种说法 印度政府也并不否认 毕竟中印两国有着较为相似的国情 而中国能在短时间里 决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推动其他领域迅猛发展 自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既然中国可以做到 那凭什么印度做不到 但美国彭博社并不这么认为 近日 其就印度想成为下一个中国的话题 刊发了一篇文章 文章一开头 彭博社就简明扼要的 靠一组数据点出中印间最大差距 那就是铁路 印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心 一个是清奈 一个是班加罗尔 前者主要集中在化工领域 比如说塑料 橡胶 由此吸引很多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 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 后者不仅是经济活动中心 还被誉为亚洲硅谷 进驻了大量高科技企业 然而这两个无比重要的城市 在交通方面 却让人汗眼 相距不到177英里 却要耗费四个多小时才能抵达 三 中印对比明显 这点必须承认 而耗费相同时间的情况下 我们却能从北京 抵达665英里之外的上海 重点是 这样的能力 中国早在2008年时 就已经做到 不仅如此 在速度上 中国铁路也超出印度铁路将近三倍 2008年时 中国铁路最高时速 大概在220英里左右 反观印度 时至今日 连80英里的时速都达不到 这样的差距 直接给印度带来的后果是 商品出口 手续繁荣 出口商品价格更高 出口量 却更少 纽约时报称 中国长沙的一家服装出口公司 为了更快促进销售 每个月都要前往广州出差 仅用两小时便可以将订单量 拉高50% 这样的数据在印度同行身上 却很难看到 以印度密特拉城市为例 这里曾是零部件制造中心 但要想去一次清奈 至少也得花39个小时 放在中国大概只需要8小时 时间近乎缩短5倍 所以文章最后说道 就算中国人现在的人口数量比不上印度 也完全可以凭借强悍的生产率 拉平乃至是压制印度的人口优势 因此 在美媒看来 印度想要成为下一个中国并不简单 最起码要解决铁路问题 这样直白起毫不掩饰地点出印度铁路缺陷 不仅让很多印度人难以接受 而最终 其所有的怒火都冲向了日本 实际上铁路不行的问题 印度并不是不知道 企业在这方面下了不少苦工 投入了大量财力 但最终取得的成果却截然相反 当年 末地政府发布修建铁路招标信息后 中国和日本的相关企业都十分关注 但最终日本已提供 更低贷款利息和更多优惠省出 2017年 印日两国合造的孟买艾哈迈德一线铁路工程正式开工 按照预期该工程将在2023年建成 现实是 直到2022年 印度的铁路工程进展却紧到了10公里 四 糟糕的营商环境 近年来不少外资企业都纷纷撤出印度市场 从2021年到至今 包括富士康 迪士尼 比亚迪 特斯拉等大企纷纷撤出印度市场 并拒绝在与印度合作 这一系列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让大家避之不及的原因 就是印度的营商环境非常恶劣 最开始会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企业投资 等外资企业扎根后 又通过各种手段压榨企业 剥夺利润 富士康在今年7月10日宣布 已退出与印度韦丹塔集团合作的 价值195亿美元的半导体合资公司 还有美国福特汽车 也因营商环境不够稳定 导致巨额亏损 在2021年也退出了 耕耘了10年的印度市场 特斯拉也在2022年 因为税收问题 暂停了印度市场的销售计划 从青睐有加到大失所望 多少踏入印度市场的外资企业纷纷退出 一是因为市场需求达不到预期 劳动素质不高 再加上印度政府各种扣押金 开天价罚单等一系列操作 之前小米公司被冻结了48亿元的资金 而在小米之前 不少知名企业都遭遇过天价罚单 比如谷歌亚马逊三星等企业 不仅如此 印度政府为了向各外资企业要钱 更改法律条款跟喝水一样 最为典型的就是 印度政府在2007年 曾向英国达沃峰公司征收29亿美元税款 但在最高法院败诉了 于是在2012年 印度国会就又通过一项立法 直接绕开了最高法院的裁定 允许税务部门直接向沃达峰要钱 这番操作也是令人为之震撼 因为印度政府的一系列迷之操作 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数据显示 印度的外资投资 在经历了连续十年增长后 首次出现了下滑 根据数据显示 从2014年到2021年 有2783家跨国公司关闭了 在印度的子公司或是办事处 印度曾推出印度制造计划 希望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根据印度目前的营商环境 估计得难以实现了 同时从世界银行发布的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 也将印度评为 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